健康的方式是正确的方式 欢迎收听健康方程式 今天的健康方程式继续要带听众朋友 了解我们身体要怎么样来保养会比较健康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高雄市立中医医院黄洪婷医师 医师你好 宛祖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 当天的时候已经嘴边有感觉 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不一定在冬天 如果夏天坐在冷气房里面也是一样 这个手脚冰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医师这边比较常遇到的是 病人来说男性的手脚冰冷问题比较多 还是女性 在门诊里面当然是女生比较多 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因为我们终于要把脉 因为我们把脉是在手腕的部分 怎么手腕都这么冷 那我就用我的手背去碰一下病人的手指头 当然我也经过病人同意 哇他们的手指头也是冷冰冰的 有些人会这样子 是的 还有一类的病人呢 他是你现在碰他的时候 是刚刚好手的温度是正常的 可是他等一下如果用酒精干洗手 或者是他上厕所洗个手之后 他会变冰 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会回暖 这个也是有的 所以手脚冰冷 我还把它分为是一直冰冷 还有这种回温比较慢的一个部分 除了少部分的特殊疾病 比如说有一个疾病叫Burger's disease 这个伯格式症 他是手脚末梢的血管 本来他的循环就不好 所以他就很容易手脚冰冷以外 甚至他会冰到形成坏剧 就是皮肤的一部分就直接烂掉了 而且是冷到烂掉 好那叫Burger's症 那在临床上 有一些Burger's症的病人 如果他在抽烟的话 这个情况就更严重 甚至会形成坏剧 然后造成结枝 这个在国外 这种个案比较多 我们台湾的这种个案比较少一点 可是还是有这种疾病 就叫Burger's症 Burger's disease 那大部分的人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是身体的阳气比较不足啊 阳气不足 没有办法把我们身体的一个循环 往四肢末梢去推广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四肢末梢就容易冰冷 在年轻人来讲 单纯的气虚血虚 单纯的宗教虚寒 在年轻人会比较常见 那在长辈呢 往往是他的一个这个 肾阳虚不足的 在长辈会比较常见 所以他事实上会有族群的一个不同 在年轻人就比较简单啦 其实在现在最常见年轻人为什么会手脚冰冷呢 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为了要减肥 然后呢就不吃东西结实 不然就吃很少 不然就是学人家说 吃生菜沙拉来减肥 可是这样子的结果 都是消化系统先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然后呢久而久之呢 他的一个这个制造阳气的能力 不是氧气是身体的氧气 就会变弱了 这跟吃就很有关系 那所以这一种的 其实他只要饮食的部分改变一下 比如说三餐正常吃 那如果他是那种生菜沙拉吃多的 我就让他这个葱跟姜 稍微多吃一点 他慢慢的就会恢复 因为年轻人恢复的会比较快 但是如果是这个天然长期就这样 比如说有一些女生 长年的一个气血的虚衰 比如说脸色会比较白 就眼颈的地方比较白 然后嘴唇会比较白 舌头也会比较偏白 也会这样子 那那一种大概就是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血虚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要补的话 我们就是缓步进行 适当的使用一些重要的一些 调和气血的用药 然后用一些那个补血的一个食疗药膳 慢慢来做调养 比如说我们最有名的桂枝汤 还有这个各位妈妈们都知道的食物汤 这个都可以慢慢的来调节气血循环的部分 像我那边也有很多的病人 都是从小姐被我看成妈妈的 那他在当小姐的时候呢 就是手脚病人 那我都会特别跟他们讲 他下一次的那个转骨 就是开玩笑这样讲 下一次转骨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 所以说好好的坐月子 往往真的我们在坐月子的时候好好吃 那他在产后 他的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甚至冬天不会怕冷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部分 但当然我们是有目的性的去调节他的气血 而不是一般民众所谓的那种盲目的进步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处理的话 当病人的身体的阳气比较足 气血比较足的时候 手脚病人就会比较改善 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还要再注意有一些额外的问题 比如说像糖尿病跟高血压 这两个我们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慢性病 这一类的病人往往在这个病程拖的比较久 而且控制不良 我现在一定要强调控制不良 因为我手上也有很多病人是糖尿病高血压 可是他们都控制良好 血压没有很高 血糖没有很高 所以说他们其实就跟正常人一样 但是我要强调是有一类人就是他控制的不好 他可能长期就是血压高血糖高 可能是分别出现或是同时出现 可是呢 这一类的病人他会出现这种末梢循环会变差 甚至会因为循环变差长期出现了末梢神经的一些感觉 比较迟钝的现象 就像各位我们有看到一个广告以前 广告很可爱一个小女孩骑着三轮车 然后压到阿嬷的脚 那阿嬷不会痛 小女孩在那边哭 是的 这样子广告 你怎么不会痛 对不对 还是说脚肉不怕 他们怎么走 对对对 因为脚肉怎么走 好 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事实上他就是糖尿病或高血压形成的 常年的末梢循环不良 那这一种也是会手脚冰冷 像这一种的处理的话 当然就没有那么容易 他就不是单纯补气血就可以补回来了 而是要先把他的潜在的问题 比如说他的高血压 他的糖尿病 你要把他处理好 末梢的血循才会慢慢的变好 但是我是觉得总之是有机会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各位听众 你不妨先看看你的脚 如果你是65岁上的族群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腿 有一些人会在小腿的一半以下 肤色会比较深 各位看一下 或者是在座的听众 你回想一下 然后回去看一下你的爸爸妈妈 长辈的小腿一半以下 如果肤色会比较深 那事实上绝对不是晒黑的 那是一种情况叫做下肢的动筋脉回流不良 它是因为长期的末梢回流不良 而出现了一些皮下的一些沉积物变多 颜色变深 而且你会看到很明显的分界线 就是小腿的一半以上 是正常的肤色 一半以下就是比较深核色 会有这样的变化 那假设有一些伤口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怎么在这个区域的伤口 就不容易愈合 那这种下肢动筋脉愈合不良的 我们要特别留意 就是因为它就是那一种蜂窝性组织眼 或者是坏居容易耗发的这个族群 因为它的血循就不好 所以它冬天就特别容易脚会冰冰的 但是注意自己都没有感觉 它不会觉得自己脚冰冰的 那是家人摸到才会知道 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一般的家庭 怎么会没事去摸人家的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被忽略 好 所以像这种下肢动筋脉回流不良的病人 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注意它 不管是西药的一个末梢循环的用药 或者是抗凝血剂 或者是西药的一些血管整形的部分 或者是中药的活血化育药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因为这一类的病人 他因为脚的知觉很差 所以他不小心被东西吃到 撞到桌脚 或一些外伤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或者是不知不觉 被电暖炉给烤到干掉了 或者是还真的 或者是那个袜子穿太紧 然后整个脚都已经变紫黑色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我都遇过 我有遇过一个阿嬷 就是因为行动不良 然后被外劳照顾 有一天在用那个冬天的暖炉 保暖的时候 不小心靠太近 然后整个脚都有几个脚趾头都枯干掉了 烤到变木乃伊 这个实在是很可怕 但是他自己都不会痛 没感觉 没感觉 所以这个下肢的东西脉回流不良 我觉得是在我们在帮助家里的长辈 你一定要去关心他 那这个其实OK 他的表现就是脚会冰冷 手不见得 脚会冰冷 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在冬天偶尔会见到有一些有潜在的心脏病的病人 尤其是一些心脏衰竭 或者是左心是射出分率 变低的一些患者 就简单来讲就是心脏比较无力的 他也会出现那种手指头很冰冷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因为真的是心脏无力 那这个的话我就会建议 因为这是有潜在的心脏病的病人 所以他西医心脏内科的部分 一定要规律的就诊 那也可以来召会我们中医 来给病人用一些温暖心阳的一些用药 这个也会有帮助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样子的病人 其实我们都要先想到一些潜在的疾病 那年轻人 当然大部分的年轻人 真的是没有什么潜在疾病 往往都是乱吃来的 比如说冬天还在吃西瓜 冬天还在吃冰的饮料 那这个手脚冰冷就算活该 所以说这个就 这种处理都比较快 所以反而长辈是我比较在意的 是 说起来这个手脚冰冷 有的时候像医生说的 自己不知道 自己没感觉 突然间别人摸到说 哎呦你手哪冷气气 因为这个步度冰冷 有可能他循环就不好 他感知能力下降了 有的朋友会说 在冬天的时候 洗澡 会觉得好像这个温度要更高一点 你才觉得有够烧 好 就是你的感知 不管是温度的变化什么 都会比较迟钝一点 对 所以这样子很危险 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烫伤 是 举例 像我们一般在洗澡 其实我们大概38度到40度左右 就会洗起来就很温暖了 那大概洗到42度 真的很烫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家的这个热水设备 是可以定温的 你就知道 如果你定到42度 其实洗起来已经很烫了 那但是的确有些人会洗到45度 你要知道 你如果真的洗到45度 那烫伤的风险就会更高 在一些长辈 真的是感觉比较迟钝的话 往往不知不觉 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烫伤 而且这种都是 其实这算低温的烫伤 但是因为面积很大 其实也有感染的风险 是 对 说起来这个低温烫伤 我是看到 每次进入冬天的时候 大家就会讨论 用什么保暖的方式 其中有一个是暖暖包 暖暖包 对 这个暖暖包呢 就有新闻在讲 使用时间长的话 会有低温烫伤的风险 对 对这的确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 因为暖暖包这个 它加热 其实一般来讲 可以到45度 那甚至在一个 比较密闭的环境 比如说放在一个手套里面 其实它局部的温度 有时候可以高达50度 所以假设你直接 跟一些比较嫩的皮肤 比如说肚子 肚皮有没有 假设你靠的比较近的话 这样就会形成了低温灼伤 而且不要小看到 这种低温灼伤 有时候可以到两度 两度的低温灼伤 就是指那个会起水泡了 所以这个是很有可能 就看你的皮肤的敏感性怎么样 这每个人不同 那在日本呢 有这样子的 很有趣的一个研究 他发现到是 他就直接对身体 做这个红外线照相 他发现 当我们把暖暖包 放在脚底的时候 全身热的情况会比较好 刚好我跟你讲 脚底也是脚皮比较厚的地方 它形成烫伤的风险就比较低 那假设你是先穿袜子 再把这个暖暖包放在鞋底 你已经有穿袜子了 有一个袜子隔在那边的话 那形成烫伤的风险 也会跟着降低 所以我觉得这很不错 但是像我临床上 我会建议有一些痛经的病人 我会鼓励他说 在平常就可以把暖暖包 贴在肚脐的下方 这是因为痛 它是寒性的痛经 我会这样推荐 可是我会跟他说 你最好用个布包起来 或是把它贴在内裤的外侧 不要贴在内裤的内侧 因为就是靠近肚皮的地方 直接贴着还是危险 就不要直接在皮肤上面 隔一层比较安全 对 说起来这个手脚冰冷 如果发现温度一低 或者是你长时间的 都有这个困扰 可能就要来思考一下 原因到底是什么 找到原因比较重要 那如果确实 这些欧白吃 那你再思考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来 正确的饮食 才可以让身体保持健康 那如果只是冬天 其实说起来 台湾已经没有到那么冷 尤其在中南部 但如果你自己是比较 比较危险 比较怕 那这个暖暖包的使用 医师建议 你脚哪烧 全身苦都会烧 对对对 与其说把它 就放在口袋里 手起舞 也可以试试看 脚起舞 对对对 这样脚暖和起来 你的全身的循环好一点 可能就不是这么怕冷 对对对 所以在冬天 也要改变一下 我们的饮食习惯 你看各位 你如果冬天去吃板的 往往最后一道菜 你还是吃得到西瓜 对不对 好奇怪 为什么冬天会有西瓜 其实是我们的蔬果冷藏的技术进步 它可以夏天就冷藏起来 然后冬天再用 所以说本身是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说真的在中医的角度 我们会说不食的水果不要吃 那没有中西的东西 还是比较吃的 是 所以现在真的 因为冰箱的发明 我们就那种古代人的 富贵人的病 在我们现代人也会很常见 所以在这边我还是呼吁 我们要吃水果 要吃中西的 尤其是我们高雄 在这个时候 像蜜枣啦 一些水果 反正就食令当行的 我们就可以吃了 我想还是这样子 对对 确实我们现在 尤其很多的各种技术的进步 可能生活习惯 跟早期的那样的生活模式 有点调整了 说起来所有的蔬菜水果 都是在盛产的时候 它营养素是最丰富的 那我们吃到它的成本 也比较不会那么高 所以我们还是吃 当令的食蔬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在冬天的时候 看到西瓜 我就会觉得 很奇怪 不是很习惯 因为看到西瓜 感觉是剩下的时候来吃 那如果你冬天来吃的话 就真的有点太寒凉了 对没错 如果本身体质就比较冷的朋友 你可能就要小心注意了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高雄市立中医医院 黄洪廷医师提醒大家 手脚冰冷该怎么做 今天也是谢谢黄医师 谢谢王竹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